欢迎来到园艺想国家爱妈的小家庭盆栽种菜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属于夏天的菠菜 夏菠菜 甜菠菜 这样子可以种得很高产的绿叶蔬菜 也是一个很棒的保健蔬菜 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其中以维生素A是更加的丰富 所以有益现代人的用眼过度 这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蔬菜 它的维生素K更是每一个成人一天当中所需的2.8倍 所以它是可以明亮眼睛活化骨骼 一个非常棒的保健蔬菜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方式 不需要花时间去特别打理 你就可以让它年复一年不断的去繁殖生长 普通的菠菜产季就正好是相反 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该什么时候留种 如何来留种 什么方式可以育苗 而这个育苗以后 让它可以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这一片菠菜呢 是我从它的营养生长期 进入到所谓的生殖生长期 也就是每一节都开始开花结果 然后它温度变低的时候 就让它变成很衰落 然后变成很黄化 甚至有一些会枯死 这说起来就是它结的每一个种夹呢 你看看每个枝结的地方呢 都有一颗一颗的种夹 这也就是从过完年以后呢 我整个植株全部都保留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流种的部分 那这一颗的种夹呢 就是已经成熟化 就是它变成褐色 这样子的种子呢 就已经是在里头 我们就可以拿来播种 那这个就是种子 你看看 这就是我采收下来的种子 然后今年我比较特别的是 采收这些部分成熟的种子以外呢 我把所有的这些植株呢 都把它混入土里面 混到这个原本的这个盆土里面 当作堆肥 那这期间也让这个盆土呢 可以休息 然后在这期间呢 这一两个月里头呢 我也放进去了一些厨余 让它堆肥 让它整个盆土呢 变成一个有机质 腐质质 营养丰富的盆土 那经过这两个月的休息以后呢 这盆土呢 在最近呢 开始呢 长出一颗又一颗的植株 因为在堆肥的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哦 这些种子在堆肥土里头 已经长出了这样子一颗 这个已经大概两个礼拜左右了 然后这些小小植株呢 就不断的在冒出来 因为这一段时间呢 也就是我们的 就是台湾呢 台风期间 所以这个雨水啊 非常的丰富啊 就让这些小植株呢 一颗一颗的蹦出来 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不用花时间来 做种甲的浸泡吹苗 你只要让它种甲掉到这个盆土里头 它时间到了 也就是它气候时间环境都对了 时候呢 它就自然长出一颗又一颗的小苗了 这时候呢 你几乎都不用花时间来照顾 因为当这个苗已经长出来了以后呢 你看看旁边的这些植株呢 已经开始长出四五片叶片 当它到了第五片叶片 它就会长出了小侧芽 你看看这一株一株的植株呢 都已经长出来了 那么你就可以坐等丰收咯 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种 育苗育种的方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